满足民众的智商需求 台中市外埔区第二示范公墓 在去年新建了第二纳谷堂 但是由于贾安埔的人口是逐年增加 又加上还有两座公墓要签葬 这贵位可以说是一贵难求 因此市议员施志昌又争取了1740万 要来增设3500个纳谷贵位 三层楼的建筑 走进去可以看到满满的纳谷贵位 这是外埔第二示范公墓中的怀德堂 是不少民众要祭拜往生者的去处 不过却因为贵位不足 出现了一贵难求的情况 怀德堂市民国84年开始使用 围三层楼的建筑 但由于贾安埔人口不断增加 贵位趋近于饱和 又加上考量到区内有两座公墓的签葬需求 要减缓扫墓引起火灾的风险 因此去年又在新建五层楼的第二纳谷堂 而为了要满足民众至丧的需求 市议员施志昌就争取了1740万 要再增设3500个纳谷柜位 以及一座的神主牌位 希望尽快的能够来把它完成 能够让我们贾安埔 甚至是周边的这些 乡镇的这些 有一个好的一个临终关怀的一个场地 外埔的部分因为有建筑屋 目前还没有尚未完工的情形 我们会配合完工的一个旗程 来尽快来施作 然后提供给贾安埔 甚至是海线地区的民众 后续可以尽速的来使用 我们新的一个设备 由于外埔那古堂的建筑主结构 仍在诗作当中 森设柜位的工程 预计在10月底会完工 届时不仅能够有更多的柜位 可以供民众使用 也能够满足贾安埔民众 落叶归根的需求